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NBA休赛期,最近交易流言满天飞,但是,并没有哪支球队,完成了实质性的交易。其主要还是因为,杜兰特去向未定,导致自由市场,依旧有多名具备出色实力的球员,没有找到下家。 对于未免冠军勇士来说,他们在休赛期,进行了阵容的调整,虽然失去了上个赛季,多名主要轮转球员,但是,他们也完成了阵容的补强,签下了迪温琴佐、格林,等多名球员,对阵容,进行了补强。目前,勇士队的正式合同还有宁额,伊哥达拉,是否归队,还没有确定,勇士还在等待他的最终答案。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,包括勇士主教练科尔,以及球队当家球星库里,在内,多次公开喊话,伊哥新赛季重回勇士,但是,截止到目前,伊哥并没有给出名缺的答复,这也使得勇士,在最近一段时间,没有对阵容,进行过调整。距离新赛季开始越来越近,美眉也开始一论,如果伊哥达拉不选择回归,那么,勇士队的演员目标,又该转向哪些球员? 每枚Clutch Points列出了四名适合勇士的球员名单,并排了先后顺序,接下来,我们一起来看下。 第四名,阿里扎37岁的阿里扎,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,面临着退役。 作为联盟州,曾经的顶尖3D球员,阿里扎,在20,至21赛季,场均还可以得到9.4分4.8篮板1.8。 并非合选择回归替主要ören,阿里扎,第六位。